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第二段Cover出现单词 大家继续打开书,134页 刚才呢,咱们已经讲到了Descuidar 下边这个词呢,是Secretario,Secretaria,秘书 我相信这个词挺好记得 跟英语长得也像,这没什么可说的 好,然后再接着Griande,这是顾客 大家要注意哦,那你看秘书 阳性的,阴性它都有 但是无论是男秘女秘,它都是什么样 Secretario,Secretaria 然后大家注意这个顾客呢 它是不是也是阳性阴性都有 无论是男顾客还是女顾客都是什么 Griande,Griande 好,然后再接着Señorita,小姐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下边这个Delegación,代表团 代表团,那你其实它是从哪个动词来 Delegar,Delegar它当什么讲啊 代表,那这个Delegación 这就是代表团 然后再接着Entre Vista 会见,见面,面试 那打不然我去一个公司去找一人去 我说,我跟你们谁谁谁约好的 有一个见面,那是不是就会用到什么呀 Entre Vista 然后再有如果你要求职那种会见 那是不是也叫做什么 Entre Vista 所以它有面试的意思 那经常是不是会说 我有一个和谁的面试 我有一个和谁的见面 那会怎么说 是不是Tener una entrevista con 对吗,与什么什么见面 Tener una entrevista con 那比如说 Tengo una entrevista con el señor González 是不是我约好了和Ganzales先生见面 对吧 Tengo una entrevista con el señor González 一定要注意这个L 那是不是像这种 在称呼语前 这个官司这件事 之前给大家强调过 如果要是说直接对话 不加官司 只要不是直接对话 必加什么 定官司 好,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Jerente Jerente大家注意经理 阳性的阴性的都是Jerente 也就是说男经理是Jerente 女经理还是Jerente 他说不便哦 然后再接着下边这个Oficina Oficina 办公室 这太简单 好,然后再接着 Ascensor 电梯 这也没什么可说 咱们坐那个电梯 对吧 Ascensor Ara derecha 刚才在讲A la izquierda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讲完了 这个也就不提了 好,然后再接着 看下边这个词 Avanzar Avanzar这个词 你想,它成熟现在时变为规则吗 是不是它又没有不规则的理由 所以说它是怎样的 规则的 只不过在哪儿 它有一点变化 命令式 对吧 命令式 它在我上就应该是什么 在你上就应该是什么 Avanzar 找三单 您是不是要改换书写 要写成谁 Avanzar 在您文上就应该是Avanzar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那Avanzar当什么讲 前进 向前向前向前 一看Avanzar就向前走 那比如说 请您执行一百米 这就可以怎么说呀 是不是请您前进一百米 是不是请您往前走一百米 这就是 对吧 那就可以怎么说 Avanzar 100 metros Avanzar 100 metros 请您执行 Avanzar 对吧 Avanzar 100 metros 这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看下边这个词 Metro 有米 公尺 这样的意思 对吧 比如说几米 几米 级米 100米 那就是 Metro 好,然后再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词 Basillo 它有什么 走廊的意思 为什么 这个词怎么来 特好记 Basso Basso这个词 它有什么脚步啊 通道 这样的意思 Iyo 它又是一个什么后缀啊 知晓词的后缀 所以说的Basillo 这是什么呢 是不是小通道 那就是咱们这种走廊 楼道里头的走廊 可以叫做Basillo 好 那再接下来 最后这个词就是 Cendir Cendir之前咱们也讲过 因为这个词 它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咱们一定要 再讲一遍 那Cendir 咱们先说它变位 陈述是现在是怎么变的位 E变成 YE 所以在我上就是 Siento Ni呢 Sientes Sentan是Siente Nosotros Sendimos Vosotros Sendis Echos Sientan 再来一遍 Yo是 Siento Tú Sientes Ele Austed Siente Nosotros Sendimos Vosotros Sendis Echos Sientan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像Cendir 这个词 它的命令式 应该怎么变呢 那如果说 它的命令式的话 在你上 是不是找三单 就是Siente 在年上 交叉互换 是不是Sientan 年面上就是Sientan 好 那Cendir 它都当什么讲 一定要记住 它有两层大意思 还是从意思上去区分 那一层就是感觉 一层是抱歉 好 首先咱们先看感觉 它当感觉讲 既可以当极物动词 又可以当什么样 自负动词 如果说它有极物动词的话 后边直接加名词 对吧 因为名词才能做它的什么东西 直接比喻 好 那比如说 我觉得冷 渴 饿 那就可以怎么说 是不是会说 Siento 那这些都是名词 那再比如说 我感到很高兴 看见你 是不是我感到高兴 那你后头应该加高兴的那个词 Alegria 对吧 那应该怎么说 Siento Mucha Alegria De Verte Siento Mucha Alegria De Verte 好 然后再接着 它当感觉讲 还可以作为 自负动词 就是 那自负动词后边加什么词 形容词或者是名词 所以说 那无论是Sendir 还是Sendirse 都是感觉 只过Sendir 后边加名词 Sendirse 后边加形容词或者副词 那代表说 看到你我感到很高兴 刚才是不是用的Alegria 那你这个动词用的是Sendir 那现在呢 我要用Sendirse 这个高兴就得用谁 Alegre 那所以这句话就成了 Me siento muy alegre DeVerte Me siento muy alegre DeVerte 好 然后再比如说 我觉得不舒服 说我觉得不好 那就可以怎么说 Me siento mal 那你直接加副词 是不是就可以了 Me siento mal 好 这是两层 大家记住 即物动词 后边加名词 字负动词加形容词副词 然后再接下来呢 Sendir 除了有感觉的意思 还可以有什么意思 抱歉 如果它做抱歉讲 只能做一个什么 即物动词 比如说咱们经常会说什么 Lo siento mucho 对吧 Lo siento mucho 我很抱歉 那这个Lo 其实就是做的 Sendir的什么东西 直接评语 我抱歉 是不是指代的是这件事 Lo在这用来指代一件事 我多多的抱歉这件事 Mucho在这是不是一个副词 所以咱们会说 Sendir algo 如果我要说抱歉做某事呢 是不是我要加什么 动名词 让它来做直接评语 所以你会说 Sendir Hater algo 比如说 抱歉我帮不了你 是不是你会说 Siendo no poder ayudarte Siendo no poder ayudarte 后头直接加动词原型 抱歉做某事 这个Sendir 记住两层大意思哦 一个是感觉 感觉可以做即物动词 即物动词后边直接加名词 也可以做什么 自负动词 自负动词后边加 形容词或者是副词 第二层大意思是抱歉 抱歉是即物动词 后边直接加名词 Lo seando mucho 抱歉做某事 加的是动词原型 好 那到这儿 咱们这节课出现词汇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但是还有几个 Palabras adicionales 有几个补充词汇啊 再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看第一个 abagar 是熄灭关闭 那像它呢 是跟谁是对应的 Encender Encender 是不是有开灯 开电视 这样的意思 对吧 abagar就是关灯 那刚才说开灯 是Encender la luz abagar就是什么呢 abagar la luz 然后abagar它变为 整体上来说呢 它是规则的 只不过要注意命令式 改换书写 那如果要是你的话 它没问题 对吧 要是你 那是不是就是 abagar 如果要是您的话呢 那就是什么 abag 是不是要给 加上一个u 那如果您要不加成abag 嘿 我听不出来了 在您门上是什么呢 是不是abagan 比如说请您关灯 是吧 abagar la luz abagar la luz 然后请你手机 保持关机状态 那你就是可以怎么说呀 是不是就是 Deja 然后呢 El móvil Tu móvil 然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abagado 这是不是就行了 abagado 刚才说了一个 Deja el móvil Infendido Cover里头出现的 对吧 Infendido 是不是点着的状态 在这儿就是什么呢 关闭的状态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 这个dispacho 办公室 这没什么可说的 记住就行 下面这个duda 疑问 比如说 你有疑问吗 Dienes alguna duda Dienes alguna duda 好 然后再接着呢 看下边这个词 seguir 它是继续 接着 那像这个词 它这个变位很重要 那一定要说一下 它变位是怎么变的呢 它是a变成1 然后a变1 其实它没什么 但是书写差得很大 它在我上的变位是什么 a变1 cgo 它是不是要写成这样 如果我要还加5 那就成啥了 是不是成了cgo 那不对 所以这就是说 我一定要给大家 说一下这个变位 它在我上是cgo 你就不能再加5了 因为它动词原型 这儿是不是发的是g 这个音 seguir 是不是变完位以后 还得保证它发g这个音 所以要写成g cgo 在你上是sigue 他他年是sigue nosotros seguimos vosotros seguis seguir 所以说的 它陈述是现在时变位 差距最大 所以seguir 首先一个你要记住 它a变1 再有陈述是现在时 是sigo he 一个he 没有u 好 然后再接着要注意 它的什么是 命令时 对吧 那它命令是在你上 是不是找三单 sigue 在你上呢 是不是a变1 是c 然后再有year 结尾要换成a 所以变完了以后 就是seguir 这个差的 是不是也比较远 如果你要加u 成segua 成了segua了 seguir seguir 好 seguir这个词 当什么讲 是继续 那其实比如说 上课的时候 说 你继续说 是不是seguir seguir 这就可以了 seguir 好 然后再接着 下的这个词 daxi 出租车 然后再接着 daxista 出租车司机 大家要注意 isda 这是不是 可以指人 那能出租车司机 女出租车司机 那都是什么呢 daxista 它是不变呢 然后再接着 最后这个词 utilizar utilizar 它是使用的意思 对吧 使用什么什么东西 后边可以直接加名词 但是一定要注意 它的变位 陈述是 现在是变位 是规则的 命令是 这是不是seguir 你要给它写成谁啊 se 在你上是不是utiliza 很正常 在您上 是不是得写成这样 utilize 你们上次又是utilizen 那比如说 我能用你的手机吗 就可以说什么 puedo utilizar puedo utilizar tu móvil 然后你就可以说 哎你用呗 是不是 utilizalo 是不是就可以了 utilizalo 好 就这个 那到这儿 这个补充词汇 词汇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也不难 啊 啊 感谢观看